大家好 这部就是M2的MacBook Air 我们开箱看看吧 AOS到货的包装是这样 包装盒的长阔高分别是 37.5mm,28.5mm和7.5cm 开开吧 这款是側窃式全开180度油盒的设计 升光式 包装盒的设计似乎是Apple信仰的一部分 要简单,环保又足够保护力的 当然要花多些心思 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包装设计? Apple的答案就是一个盒子 用盒子来告诉大家 这款摺的方法似乎只有这个位置有开口位 可以将MacBook Air放入包装 看包装第一个印象通常是挺主观的 而且观感这件事一定是人人不同的 我觉得都OK的,大家觉得呢? 除了这个开盒位 入机盒的位置就是背面的边位 用一张铜色的胶纸贴着 另外一边也贴有相同的贴纸 另外会见到所有有你的电池产品的包装 都会有这个标签 那是追求平衡 还是未学常要多贴一张呢? 另外一边是没有切口位的 也有可能是加强边位的保护 机盒有层透明的胶膜包装住 兼有手拉位方便撕开透明胶膜 新机盒面就印上M2 MacBook Air 的特点 盒的size是大约33.4cm 宽度就是24.3cm 高度就是6.7cm 耶耶耶耶,拍照 各位网友好,我是杨周龙 今天和大家学乡 看这个MacBook Air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时间啊 你的请进行 DiPhone 有点资料 我的想法 是 我会用你 在这里 我会用你 我会用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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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充電子需30分鐘 市アーメ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这个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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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這個東西 請我開機 我先開機 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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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經是HELLO 我先看看 重點是要講三次的 快就是一個重點 一開機已經是HELLO 一開機已經是HELLO 這麼快 一開機已經是HELLO 又要選LANGUAGE 選字體 選這個LANGUAGE 他講SERIAL 講完HELLO 之後就是這個畫面 開始設定 STEP 1 如果有以繁體中文為主 有語言 請按下RETURN 見 好 懂得講廣東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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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完 Go上今年 作詐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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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о agi 龍 不aje 提起 既然 Randall 魚 用英語 签鱼 Giu 手 嘩,好像很长,会不会有人认真看完它呢? Step 6 资料系统转移辅助程式 Migration Assistance 有得选Mac或Windows Step 7 用你的Apple ID login Step 8 Apple ID 保安 入电话号码 即是双重认证用电话号码收句 Step 9 同意iCloud及Apple ID 条款 Agree iCloud and Apple ID Terms Step 10 建立电脑账户 Create Computer User Account 这个Step 很重要 入的资料一定要结实 要入全名、账户名称、密码、提示密码 和选择是否允许Apple ID 重设置筆码 Step 11 iCloud Drive 锁区圈 Keychain 可以选择稍后设定 12 寻找 用的时候需要Apple ID 13 启用定位服务 Enable location service 14 定位服务与私隐 Location service and purpose 是否启用定位服务 如果选了否 画面上就要确认多次 遲些再再开启也都可以 Step 15 选择你的时区 Snap your time zone 要确认是否开启定位服务 可选择用定位设定 或手动设定 手动设置时区 就在这里选择 都很容易就选到时区 Step 16 分析选项 Analytics options 即是share 电脑上的资料 给苹果分析 即时决定不到 都可以不选择 Step 17 萤幕使用时间 Screen time Step 18 启用Siri 可以选择 启不启用 Step 19 iCard Drive Step 20 檔案保险箱 磁碟加密 Follow fault and quit MapDisk Step 21 Touch ID Step 22 Apple Pay Step 23 选择外观 Appearance Settings 终于都设定完了 现在就进入了M2 MacBook Air 的全新操作版面 按一按左上方的Apple icon 看一看关于此Mac 看看里面关于此机的资讯 Oh! Friends Apple So Magic 看到有些资料不同 Display Info 显示 是14寸的Liquid Retina 大家没听错 它显示是14寸 看看Apple的资料显示 M2 MacBook Air 的显示器 是13.6寸 Speed Color 即是10亿色彩 现在变了14寸 14inch Yeah! 是否特别版呢? Special Edition 现在就设定好了M2 MacBook Air 完成了 我们就拿上来看看 终于设定好了 Yeah! 坚持情况还有77% 多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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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